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中国与菲律宾船只在南海引发的激烈对抗 双方在萨宾纳礁附近发生碰撞 并互相指责对方是事故的肇事者 中国指责菲律宾船只非法进入争议水域并故意相撞 而菲律宾则反驳称中国的 非法和侵略性操作导致了他们的船只受损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南海争端的紧张局势 并使人担忧周边国家可能被卷入其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海再度成为国际紧张的热点 这次使中国和菲律宾的船只 在有争议的第二托马斯礁附近发生相撞事件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中国国家媒体指责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中国船只 而马尼拉方面则反指是中国的 非法和侵略性操作导致 事故 这起事件再次凸显出 两国在这片战略性海域的激烈争端 中国海警发言人耿宇 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报道中表示 尽管中方多次警告 菲律宾船只4410号 故意与中国21551号船只相撞 他还指责菲律宾船只 非法进入南沙群岛的仙滨礁附近水域 并且行为 不专业且危险 在中国方面的描述中 菲律宾船只无视警告 以挑衅和侵权的姿态 进入中国的主权范围 因此 中国海警根据法律对其采取了控制措施 并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否则将承担一切后果 对撤威了 然而 菲律宾政府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根据LJSERA的报道 马尼拉表示其两艘船只 在事故中受损 并指责中国的 非法和侵略性操作事 造成碰撞的罪魁祸首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乔纳森 马拉亚声称 Cape Meno和Bagakay两艘海警船当时 正前往为驻扎在平岛上的人员补给 在途中遭遇中国海警船的拦截和撞击 导致其船只结构受损 根据菲律宾方面的说法 Cape Meno在当地时间凌晨3点24分左右 与一艘中国海警船相撞 而Bagakay则在16分钟后 被另一艘中国海警船撞击两次 LJ Zero 这场碰撞事件发生的地点 在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 约140公里的萨宾纳礁 这片海域长期以来 一直是中国与菲律宾冲突的焦点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 这起事件再次点燃了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中国一直声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 包括萨宾纳礁和第二托马斯礁 但国际仲裁庭在2016年 裁定中国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然而 北京拒绝接受这一裁决 继续坚持其主权声索 Guardian 今年7月 中国和菲律宾达成了一项临时安排 旨在减少第二托马斯礁附近的冲突 允许菲律宾为驻扎在该礁的士兵补给 然而 这次碰撞事件 显然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和平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菲律宾在1999年 故意将一艘名为Sierra Moderate的船只 搁浅在第二托马斯礁 以宣示对该地区的主权 并驻扎军队在该船残骸上 需要定期补给Deutsche Valle 这次碰撞事件发生后 双方各自公布了不同的视频和照片 以支持各自的说法 据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报道 由中国海警拍摄的视频显示 一艘被确认为菲律宾船只的船只 撞上了一艘中国船只的左侧 视频旁的字幕声称 菲律宾船只突然改变方向 导致了碰撞 而菲律宾方面 也分享了显示其船只损坏的照片 并表示 中国海警船的侵略性机动是碰撞的原因 Guardian 随着这起事件的发生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分析人士认为 北京试图通过在南海的行动 来加强其对该地区的控制 这也引发了人们 对美国可能被卷入冲突的担忧 作为马尼拉的盟友 美国一直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表示关注 今年早些时候 菲律宾还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在南海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 Deutsche Valle 在碰撞事件发生不到两周前 中非两国还在南海的另一片 有争议的水域黄岩岛 发生了空中事件 北京在2012年 从马尼拉手中夺取了黄岩岛 这一事件 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在南海扩张行动的担忧 根据LJZERO报道 菲律宾海警在今年4月 派遣其主要巡逻船之一 BRP Teresa McBernoy 前往萨宾那 因为科学家发现 其潜水区有被压碎的珊瑚堆 这引发了中国可能计划在环礁建设结构的怀疑 随后 中国海警也派遣了一艘船只 前往该区域 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LJZERO 总的来说 这次碰撞事件 只是南海复杂争端中的一个缩影 南海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和战略性的航道 这使得该地区成为多国争夺的热点 尽管国际法庭的裁决 试图为这些争端 找到法律上的解决方案 但各国的利益和历史背景 使得这些争端难以解决 随着中国在该地区的行动加剧 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的冲突发生 这也提醒我们 国际社会需要更加关注和介入 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确保航行自由和和平稳定的环境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中国与菲律宾船只 在南海相撞事件 首先我要指出的是 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早在元朝时期 中国就有对南沙群岛的详细记载和管辖 菲律宾船只非法闯入中国领海 本就不应该 还在中方多次警告后故意相撞 这完全是挑衅行为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有人无故闯入你家 还不听劝阻 那你会怎么做 当然得依法保护自己的家园嘛 哈哈 楚天书你真会编故事 元朝 那时候恐龙还在地球上跑呢吧 事实是 2016年国际仲裁法院 就已经裁定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主张毫无依据 菲律宾是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行动震荡得很 而且中方船只在国际水域进行海盗般的操作 还敢说自己是受害者 这就像是小偷偷东西被抓现行 还反咬一口说自己冤枉 谢七七 你这比喻可真是脑洞大开 但咱们还是得回到现实 中国为了避免冲突 已经与菲律宾达成临时安排 允许其补给驻扎人员 中方一再表现出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可惜菲律宾船只不但不遵守安排 还故意挑衅 这与一个不守信用的邻居有什么区别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菲律宾一再越界 那就不能怪中方依法行事了 楚天书临时安排 那不就是为了让中国有更多时间 在那儿见人公岛吗 这种和平安排可真是和平啊 和平的让人觉得牙疼 你说中国是受害者 但是菲律宾的船只在自己家门口被撞 这算什么 这种行为如果放在国际法庭上 就是典型的霸凌 而且说到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咋解释中国在萨宾纳礁附近的军事化行动呢 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谢琪琪 你说的萨宾纳礁军事化行动 那是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正当防卫措施 就像美国在夏威夷设立军事基地一样 有什么不对呢 再说了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大多数是防御性的 对于任何国家都没有威胁 至于国际法庭 咱们都知道 那些裁决根本没啥约束力 都是靠美国和他的小伙伴在背后撑腰 中国当然不会被这些所谓的裁决吓到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搞笑 夏威夷是美国的州 而南海是国际水域 这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 中国在南海的防御性行动 为何需要建造军事设施横扩大岛礁 这完全就是为了霸占资源和控制航道 美国和其他国家不会坐视不管 因为这影响的是全球的航行自由 你说国际法庭没约束力 那是因为中国不尊重国际法 这是赤裸裸的强权政治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